大家好 進來Startalk的時間 我知道今集Startalk的這位嘉賓 一直以來都很喜歡唱歌 我相信他自己也想不到 要相隔22年終於有機會 完成了唱歌的夢想 Hello Ben 你好 你好 文藝 你的時間非常長 好像感覺是22年 入行16歲 入行22年 真的沒有想過有機會 可以用唱歌在事業中的其中一個範疇 真的沒有想過我是否在做夢 或是說笑的 這不是一個騙局 現在可以成為自己的工作 就更加完美 對我所知你初初入行時 拍電影、做模特兒時 也有簽約過唱片公司 是 是 最初都是打算做歌手 曾經有試過音 但最後公司看到我這樣的資質 就真的… 你還是算了 你還是不要唱 做不到歌手 但你有沒有一直想過 會不會中間有機會變成歌手 其實在2003年開始到2006年 那段時間 我經常跟朋友組樂隊 2005年時我認識了 鍾印濤、Beagle哥哥 我便會在他的工作室裡幫忙 他的樂隊做巡迴演出時 我便會跟著做Rody 幫他的吉他手 做唱歌手、擲頭擲尾 那段時間真的很享受 因為知道自己一埋位工作時 就身處在音樂的世界裡 就是Beagle哥哥都說 其實你都這麼喜歡去音樂 其實你可以怎樣 他給了很多提示 真的經常去練 嗯 甚至乎有時做表演 或者他們生音訓的時候 他都唱到想休息一下 他就想去唱歌 哇 開心得不得了 突然站在台中間唱他的歌 跟那些這麼澎湃的樂隊 這麼專業的樂隊一起玩 其實真的榮幸到不得了 那段時間真的以為自己能成功 但最後也沒有成功 慢慢塑造了一個演員的形象 比較深入民心一點 簡直都不敢想 這方面也應該越來越遠 其實是真的不敢想的 近乎有一段時間是放棄了 起初我跟公司愛事部 剛選完香港先生的時間 做那些Rod Show 都是帶著吉他來的 都要一些我今天想彈的 都要自己很享受 其實是自興的 後來去到登台做操作的 就是練我那十首的MMO 做那些演出 就沒有再想 我要作曲 我要做樂隊 吉他全部不彈 全部收起來 放在這裏 線都關上手 自己又好像不太會彈 那你有多久時間 沒有碰過吉他 其實是擺多一個彈的 有時偶爾拿出來摸摸它 看看它有沒有生鏽 沒有特別的事 其實也挺灰的 灰的 其實真的是灰的 即是吉他擺在這裏 好像被人拋棄了 現在千真萬確成為歌手 一來就找過大師級 就找了Coco Lee的監製 Terry 22年前 那次進入六音室 跟這次進入六音室的感覺有多不同 老實說 感覺很不同 是嗎 自我感覺很不同 是嗎 自我感覺就是 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 進入六音室也不知道做甚麼 進入六音室試音 選一首歌去唱 就去吧 沒有準備的 就唱一下Coco Lee 這首歌挺好的 蘇永康 你選了蘇永康的名字 蘇永康 歌名我忘記了 從來也不知 走近蘇永康 燈火蘭山傳 喊燈火蘭山傳 那就拿這首來試 唱唱歌 真的敢揀歌詞 發出一些不知名聲響 正在錄音樂 有甚麼理由會這樣做 我們現在在做 也不會亂拍手 哇 真可憐 我想那個工程師 其實那天也受不少苦 現在真的又在TVB工作了一段時間 也會經常打招 你好像進入去 覺得很熟悉的環境 但正在試水溫 也不知道自己唱得如何 一直唱的時候 也會覺得外面的工程師 打招了頭不出聲 他就知道你是不是來玩 你會想很多東西 但我又看到Terry很專心 在幫我錄音樂 出來後他就問 這裏可以怎樣 然後Andrini就說 嗯 是呀 挺好的 我便說 完全不是 你們想多了 你自己這樣 過程真的覺得慢慢放鬆了 同時在同一隊樂隊錄 背景音樂的時間 我都參與得很高 首歌的最後一段 我加了一段獨舞 是Terry覺得一定要叫我彈的 因為他說出直播會比較好看 你這樣出直播會比較好 你應該要彈 你又不是彈到的 但我說前面已經有一段很厲害的吉他 solo 我剛才看見紅仔彈了 你要彈 幾顆音 有感覺就行了 彈吧 那就好了 那又練了 在樂隊房裡再練歌 啟動了一兩萬 其實他也給我一個膽子 我很開心 很珍惜跟他們的友誼 兼工作的關係 亦很新鮮 你是當一位唱作的歌手 其實是否想成為歌手 已經很肯定自己寫完 我真的很認真地想自己 變成一個唱作的歌手 我也想是時候 給自己多一個新嘗試 我不能說我在演員方面 去到一個樽頸位 的確 有時候在演戲方面 都未能夠每一次都甘完美 當然我的意思就是 有些角色可能真的 你會一百分之二百那麼享受 有些可能會沒有那麼享受 他不觸動你 你就要更加投入去 觸動自己演的角色 但我覺得做音樂就是 我去做一些 首先我一定是觸動自己的音樂 希望這些觸動到自己的音樂 可以讓別人聽到 去觸動到別人 這才是我想做的事 加入TVB 有時候出去做一些登台表演 我都會覺得 我拿著結他唱歌 是爽的 就這樣拿著咪 那隻手放在哪裏 有些台風 好像很不自然 但不是了 有咪和結他 我就不用想 上身的 對 我會玩過享受音樂 所以可能有這樣的想法 自稱是唱作歌手 好的 第一種作品 《你與你的另一半》 這首歌的創作靈感 是怎麼來的呢 這首歌也有十年前 十多年前 我只有chorus那兩句歌詞 我喜歡你 我最愛你 You're my baby 其實只不過那兩個chord之間 游走的音調 知道今次能夠做我的音樂 不如可以拿這個展示出來 去完成它 那我就重新再去讀一次 怎麼去寫這首歌 中間一直放下 是完全沒有Pick up過的 沒有的 但有一件事沒有變 真的這首歌 是一首有愛情感覺的歌 這首歌是十幾年前 已經是想這樣寫的 否則不會寫 那幾句歌詞 但最有趣的地方 我看到填詞的一欄 是多了一個人的名字 就是張寶怡 這件事是怎麼來的 這件事 你真的要交代一下 在搞甚麼 現在是否開檔出來找食 真的是緣分 是 過程一直在我旁邊 他每天都看著我 在製作這首歌 當我製作出來 我問這首歌 我想寫詞 你有沒有嚇到一跳 突然聽到他這樣 沒有 當然沒有 因為我知道他在文筆上 也有些文采 你寫吧 他真的很賣頭苦幹 用了半晚 他便寫得出來 很快 其實只夾兩三段 也不是的 你靈感到不到也很難寫 是 真的厲害 因為這首歌的詞 在唱歌 都很像我和你之間的生活 整件事很舒服 我覺得就用這個詞 為甚麼這首歌的名字 到最後會改成 《你與你的另一半》 這首歌就是想讓人有這種戀愛的感覺 詞裡也希望可以 每一個人都會投入你和你的另一半 發生的事 其實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在高台貴手 給大家一個機會 嘗試我們的作品 早前公開你們的《求婚》片段 你也拿了這首歌來做背景音樂 剛好真的合得到 其實也是一個頗好的預設 我就自己剪片 自己移到音樂的位置 剛起床的時候就起音樂 這也是我自己享受的東西 製作 自此之後這首歌 就成為了你和Bowie之間的紀念歌曲 最好希望將來的人結婚 可以用來進場 或是求婚片 或是成長片段 你先打氣吧 最好 當然要 你結婚那一刻馬上起歌 沒問題 沒問題 MV部分你也參與了很多 有沒有其實曾經考慮過 不如叫Bowie去演出 如果再找她參與 就會太膩了 那件事就會令大家很飽 你不要再給我這些東西 你真的這樣覺得嗎 可能大家很想看 可能真的很多人想看 但我也相信有一群人是不想看的 那我就刻意安排了一個鏡片 MV裏面 我又發了一個短訊給寶儀 點到即止就夠了 但你對於情侶檔 夫妻檔這些事情 其實你怎樣看 我不能夠再用這麼大男人的心態 去看這件事 有一期我覺得你也抗拒 很抗拒 你真的很深水清 我真的有一段時間 所有事情都是她 我真的很抗拒 工作也不想回來 有時下班 一做完活動 立即離開 不想做訪問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覺得 我已經不是演員 商業角度來說 一齊出來 可能夠錢比較大 如果有人找到我們 在商業角度 有錢真的大 當然是高興 我減20磅拍電影 出來半死的狀態 穿玻璃在街上 有人問我 寶儀擔不擔心 一數內 我全部的新聞都是 袁偉豪 張浦儀 其實我不是說 我不想有這個人在我身邊出現 只是說我自己的愛情 只是說拍拖 我只是說我何時上結婚 到這一刻 為何整個180度轉變 我都豁出去 我都不理 既然這首歌也是她寫詞 我之前的照片集 都是她提字 今次都這樣做 就不要理 她當然可以獨當一面 她自己有發展的事 她可以變成填詞人 她可以變成填詞人 她喜歡做時尚印象 做KOL也好 無所謂 她要做家庭主婦也可以 這次有一個音樂的項目 開心 我的人生帶到另一個階段 更加開心 不如不要想那些無謂的事 既然出了一手 你自己的音樂路 沒理由容易流失去 你自己的計劃是怎樣 對於音樂上 其實音樂上 後面我合作單位 也有一個共識 就是會繼續去 我自己都一直在準備寫一些新的歌 我們都想有四首歌 或者可能有一首歌 可以做到一場表演 或者做到一套表演 去同一班樂隊去試 去闖 這個是我想做的 我都是設定幾年時間 讓自己可以儲多好歌 帶給觀眾 希望你接下來 所有自己的心願 都一一達成,好嗎 好,謝謝 謝謝你 謝謝